重要功能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connections 这个三个控制器之间 最开始也是需要进过初始化 认证加密等过程 才可以建立一个可靠连接的 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到设备自带的 这个certificate 包括rootca这些东西 还会检查一些参数 来保证这个控制器属于同一个管理域 比如说这个organization name 组织名称等等 这些检查都通过以后 才会涉及到呢 他们之间要建立一个加密的连接 您可以根据您的网络选择 TLS或者DTRS两种都可以 任何一个地方不匹配或者是错误 都会导致控制器之间的建立的一个失败 或者是数据不同步 然后的话呢 他们在和Ig2T之间 也需要进行一个类似的认证和互信 Ig2T之间并不会直接建立邻居关系 他们之间只会在需要的时候 才建立数据平面的这个IPsec tunnel IPsec tunnel是否正常的建立呢 也依赖于这个控制平面转发的一些信息 如果控制平面的隧道没有成功建立 还是需要来查看这个 如果数据平面的这个IPsec隧道没有建立 也需要来查看这些数据平面是否 这个控制平面是否没有正常的工作 没有把这些正确的参数做一个传播 除此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信的数据员 也会和IC1的设备建立各类安全连接 如果您有这样的连接呢 也需要一一确认他们响应的一些参数 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 控制平面要传播一些信息 到每一台Igluo器 以便呢 他们用于他们建立这个数据平面的一个IPsec隧道 对吧 那这个transport locator 我们的传输定位啊 我们通常简称Tlog 就是来建立这个隧道用的啊 那那到底这个Tlog是什么呢 我们呃 我们简单说一下吧 就从传统网络的一个概念开始说起啊 那在传统网络里面 你们路由器 这路由表里呢 写的其实是什么呀 是去往某一个网站的吓一跳信息 对吧 这个路由器 它其实不需要知道 整条转化链路 途径的所有路由器 它只要知道自己的吓一跳是谁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包 我收到了这个包 传给谁就可以了 那通常我们看路表里的吓一跳呢 其实是去往往是一个 去往某一个设备上的一个IP地址 但其实呢 要你要想达到这个IP地址 去到这个IP地址 还需要知道很多别的信息 比如说出接口 我就不知道从哪个接口发出去 还有呢 就是封装格式 比如说我有 从多个接口都学到了同一个目的地 可能从一号口发出去是MP2封装 从二号接口发出去 可能是个GIE封装 从三号口发出去呢 可能是一个普通的IP封装 你只要换一个MAC头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个封装格式也是非常重要 你如果用错了 跟出接口不匹配 那就无法被对端接受了 这个封装信息 出接口信息 以及下一条信息 组合在一起呢 在思科内部 我们是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 Adjacency 临接关系 它是 可以说是 准确的说啊 这个路由表里存放的下一条 存放的不是下一条信息 而是一个临接关系信息 那在SD1架构里面 我们这个临接关系信息 就是这个T-Lock 我们直接看到右边啊 右边中间的那个 关于T-Lock的那个部分啊 就在中间这里啊 可以看到这个T-Lock的组成啊 有三部分组成 一个是System IP 一个是Color 颜色 还有一个是Incap 封装 那System IP 就是唯一表示一个 Edge路由器的一个ID 类似于BGP啊 OSPF router ID 也就是说 下一条是谁 是你的Edge1 还是Edge2 还是别的 DC的一些Edge 这是System IP的一个作用啊 表示吓一跳 那Color的话呢 是呃 就是当你有多条万联度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中啊 有两个云 它分别代表呢 两个运营商网络 比如说一个是MPRs 一个是Internet 或者是一个LTE 另外一个是Browband 对吧 你当你有多个运营商网络的时候 你的Edge路由器 就会有多个接口 你会有 很多接口啊 分别对应到 每一个运营商网络去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每一个运营商的网络接口呢 如果你两台Ig路由器啊 同样的一个接口连到了 呃 有一个 各有一个接口连到了 同样的一个运营商网络 那你需要给这两个接口呢 分配 分别配置同样的一个Color颜色 而不同的运营商接口 你就需要配置不同的一个Color 这个就类似于临接关系里面 那个出接口信息 对吧 我从我的这个Edge 我知道下一条是某一个Edge 但我到底从哪一个接口走出去 找到它呢 这就是一个Color在这个里面的作用 最后一个Incap 这个英文原意就是encapsulation 就是封装 那这里我们就要强调一点啊 这里的封装不是底层网络 我们说的MP2封装 LTE封装 或者IP封装 因为我们这个架构 其实是一个分层的架构 底层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运营商用到的传输的技术啊 上层 我们有overlayfabric 它是建立在底层网络上的一个隧道 我们是用这个逻辑上的这个隧道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线 来传输我们的用户流量的 那我们这里说的封装呢 就是这个上层的overlay隧道 它用到的一个封装 那这里我们支持就是IPsec封装 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的封装啊 那这个呢 这个IPsec就是我们所谓的 临界关系的封装信息了 每台埃之路游器 都必须将自己本地的一个T-Lock信息 通过这个OMP协议 告知控制器Vsmart 然后由Vsmart转发给需要的 其他的埃之路游器 这样埃之路游器之间呢 才能正确的 用正确的接口和正确的封装 找到一个正确的对端 可以建立可靠IPsec 找到一个对端吧 正确的一个对端 埃之路游器 建立一个可靠的IPsec隧道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参数和协议 如果您发现这个是 数据平面的隧道建立失败 那么就需要一一检查 刚才介绍的这些点 来找到一个根本的原因啊 好 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 刚才提到这些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在Vmanage里面 可以去哪里来查看啊 第一个呢 是左边是两类问题啊 一个是连接的问题 一个是证书验证的问题啊 连接的问题呢 就是看你底层的一些连接 连通性是否OK 然后的话呢 你的控制器之间的这个DTLS或TLS连接是否OK 然后呢 刚才我们说到数据平面 Tlock信息是否被正确和合理的一个传播 然后呢 如果您发现某些设备卡的一些损态啊 那您需要去检查 当时它卡住的这个状态 它是处于这整个流程的一个哪个点 它前面会涉及到哪些组件和哪些流程啊 您要需要去检查 整个这些参数是否正确 那关于认证的问题的话呢 首先您得看看您的设备license是否正确的安装 包括您的许列号SN 是不是正确的录入到您的VManage系统里面去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 它这个设备认证呢 是每个设备都需要做这个CA和certificate这种认证 所以您需要看看啊 如果这个连接没有成功 是不是您的证书是否正确 如果您不用自带的这个证书啊 想用这个企业的CA的话 enterprise C的话 那你得去检查一下入CA和certificate 是不是正确的导入到这些设备里面去了 最后的话呢 还有些参数啊 比如最常用的就是这个organization name 是不是您的设备上都填入了统一一致的一个组织名称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问题 那右边的话呢 介绍了一些常见的一些工具吧 您可以在VManage界面上检查这个控制器 和控制平面用到连接 是否正常啊 这个Edge之间呢 它一般会跑一个BFD 协议啊来检查 快速检查你这个link的健康状况 如果BFD的状态是down 那它肯定会导致你这个link链路上的这个tunnel IPsec tunnel也会down 所以您需要查看你的BFD的一些状态 OMP协议刚才说到了非常重要啊 它不光传tlock信息 还有传路由信息 可能还会 未来可能还会介绍传其他的信息啊 所以OMP如果说您发现这个这个协议是down的话呢 您可以去VManage上面去检查每一个设备一个OMP的信息 包括可以看到实时的一些OMP传输的一些路由的一些条目都可以看到 最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设备的每一个设备下面有个叫troubleshooting的一个部分啊 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用于排错的一些tool 您可以用比如最常见的这个bring up这个工具 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查到接触信息 它的配置信息 控制平面数据平面的信息 以及软卷是否需要升级等等信息都在这个里面 您在这里面可以全面了解某一下设备的一个状态 如果这个设备有问题 您可以直接先到这个里面来看一下 如果是您是习惯于用cli工作的工程师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cli登陆每一台设备 就像控制传统的四科设备一样 检查这个Ig2o7的一个全部信息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demo啊 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专家李强 好谢谢当幕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demo 那这个demo的话 我会介绍VManage GUI中的各种过程排除组件 比如monitor 来向您展示 我们如何发现D0部署期间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是登陆VManage后的一个页面 它这里有不同的面板 那这部分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简单介绍过 那我们在这里就简单再过一下 那最上面这一行是设备面板 我们可以看到VSmart VEdge VBond VManage 它们的一些数量和up-down状态 那这里绿色向上的简头是表示up状态的 然后这里是重启面板 汇总的是过去24小时网络当中所有设备 重启的次数 然后这里是证书面板 如果证书出了问题 这里就会显示 它有问题的证书的数量 然后往下看是control status 这个面板显示与VManage的控制平面的连接数量 那control status是Vanage路由器与VSmart 建立连接后的一个控制状态 然后是site health 这个面板显示站点的健康状态 这些状态是Vanage路由器之间 基于IPsec连接的BFD绘画 那这里的full就表示BFD绘画都处于正常的启动状态 然后往下看是Vanage health 这个面板显示的是Vanage的路由器的状态 我们在这里可以查看到它的硬件的一些状态 比如memory还有CPU等等信息 然后是transport health 这里显示所有链接的平均丢包或者延迟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type 可以选择loss还有延迟 jeter等等 那当客户说网络延迟大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择latency来查看 进行一些分析 那刚才弹幕也提到了一些SD1中常见的 对零的主要问题是 重书还有organization name 还有license 还有Vbund的IP地址接口等等 那这些信息的话 我们可以在administration里的setting里面查看 那我们要在这里确保我们的organization name Vbund这些证书信息都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些故障排除的工具 那使用故障排除工具 我们首先要进入一台设备 我们在这里network 选择一台VH设备 那进入之后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系统和硬件的一些状态 比如重启的次数 还有下面CPU memory等等信息 那我们首先在这里看一下application的状态 那进入application标签 我们就可以查看 所选设备上每个应用程序的一些使用状况 我们可以在这里勾选一些应用程序来进行查看 然后继续往下看是interface 那interface的话 我们可以查看每个接口的RX和TX的流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接口的状态信息 比如VPN还有admin status MTU Speed等等信息 然后这里还有可以查看的是tunnel信息 那这里显示的是tunnel的损耗百分比和FEC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收集的信息有状态 抖动还有丢包FEC 延迟TOE等等 每个tunnel的应用程序的使用状态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 control connection 这里的话会显示expected和actual的连接数 那它是以图形的格式连接控制连接 图形的格式显示控制连接的数据的 如果设备具有多个接口 那VManage将显示每种color的所有控制连接的图形拓谱 那下面这一部分是以表格的形式 给我们展示了每个控制连接的数据 那这些工具在Z0的故障排除时 都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 那在这里我们再讲一下 刚才弹幕提到的故障排除工具 一个是设备上限 在这里Device Bring Up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设备上限过程中的一些信息 那如果设备上限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这里就可以轻松地查看到并进行故障排除 那另外一个就是CRI 那弹幕刚才也提到过 我们可以在VManage进入设备进行一些 输入一些命令来收集数据 那我们在这里的tool进入SSH Terminal 然后选择一台设备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登录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使用console来进入设备 直接在VManage就可以进入到设备 收集我们需要使用到的一些数据了 那以上就是一个VManage的介绍和一些 D0的超过收听的tool 那接下来我把时间再次交给大幕 谢谢李翔 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DN 也就是正常的一个日常部署以后啊 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工具吧 如何来帮您管理您的一个网络健康状态 这些工具呢其实都是在这个VManage上 之前也介绍过VManage可以做哪些事情啊 这里面我们着重的再看一看这个运维部分 它能够带来哪些价值 首先它有多个dashboard控制面板 主控制面板会显示整体的一个设备信息 网络信息 包括流量信息应用信息等等 非常方便工程师日常对网络状况的一个 全局的一个把控 然后的话呢 它还有针对VPN的dashboard 可以查看和VPN相关的设备信息 隧道状态流量信息等等等等 方便你呢可以了解用户流量 在多个VPN里的一个减框状况 那还有一个dashboard呢 叫我们叫安全security dashboard 因为斯科的S地方是集中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安全的功能 比如说防火箱 firewall AMP URL过滤等等 那么这些安全的security dashboard呢 就可以查看整一个整个系统的一个安全状况了 比如说有没有一些log呀 有没有一些warning啊 你可以先到那个dashboard里面去查看啊 就不需要跑到每个设备上面去看 除了warning除了支持多个dashboard以外的话呢 它还有很多的一个monitor监控工具 比如说可以从地理的位置 地理位置的角度 也就是一个地图上显示你的网络健康状况 也可以呢 监控网络设备的健康状况 并显示详细的信息 还可以监控你设置的一些报警 显示发生的一些事件 event 还有各类的一个log信息 都可以查看到 如果您觉得这些信息还不够全 VManager还提供了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可视化工具 右边这张图啊 叫V Analytics 如果您购买了Advantage License 那么您可以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它不会去接触您的一些用户流浪的内容啊 它只会将您的一些设备的信息和flow的信息呢 发送给思客的云端 得由思客云端强大的一个计算能力呢 给你计算出一个更准确 更细致的一个结果 这样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更强大的一个网络可视化 那Souho的Demon的话呢 主要会围绕着VManage基本的一个dashboard和健康工具来做 这个V Analytics的话呢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 可能会在以后的一个ATS呢 再来详细的介绍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用户呢 它是有自己自有的一套网络管理平台 或者一些工具的 像这可能有些 工程师喜欢写一些小的脚本来管理这些 自己的一些设备啊 那如果您希望从您自己的这个平台 对SD1做一个配置和管理 然后将网络上面的一些状况 再返回到反映到您自己的一个平台上 那您可以利用VManage提供丰富的一个接口 比如说REST API接口 NetConf这些东西 和VManage进行一个深度的集成和交互 实现您呢 用一个统一管理平台来管理全网的一个目的 下面这个呢 介绍的是思考SD1啊 对流量和应用可视化 做出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支持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多个试图 从各个角度反映网络中用户 应用流量的一个可视化 这些可视化呢 我们还支持进行一定程度的定制化 满足您特殊的一些要求或者是需求 稍后的demo都会介绍到我这里呢 就不过多的一个讲解了 最后一个呢 我们做就是troubleshooting啊 有很多的工具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第一类工具呢 就是connectivity tool啊 是来验证这个连接性的 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device bring up 你在那个里面呢 可以看到跟这个设备相关的配置信息 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 软件升级 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看到 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tool 那其次的话呢 我们还有这个liveview 一个实时的一个view啊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路由表啊 各种信息都可以看到 非常方便您实时了解您设备的信息啊 不需要您cli登录到你的设备里面去 再去敲这些命令了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有常见的一些pin trace route 这些工具呢 我们都在都已经集成在这个vmanage里面了 非常非常方便去使用 我们还包括支持一些speedtest 一些测速的一些工具 我们都是包含在这个里面的 那第二类工具呢 就是这个traffic 流量的一个分析啊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unnel house 可以看到这个隧道的一个健康状况 然后因为我们是对这个application应用 做了很强的一个支持 和可视化的一个支持的 那所以这里面呢 您还可以看到每个基于应用的路由转发的一个可视化的信息 也可以在这个我们troubleshooting的一个tool下面可以看到 同时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 它troubleshooting还自带就抓包工具 如果您需要抓包 不需要您再额外的 带着设备跑到lab里面去 准备找个接口再连出来怎么样 您直接用这个工具就可以去做一个完成就抓包了 最后一个工具呢 也比较强大 就simulate law 可以它可以模拟一些流 它比这个pin和trace要多的呢 就是你模拟这个流呢 可以去自定义一个IP协议 或者是传输层用到一些端口信息 来真实的模拟用户的三层四层的流量 来帮你确定重现问题 或者来排查这些问题 此外我们还支持多种log 你可以看从这个VManager的界面 都可以看到各种的audilog buglog acllog 都可以看到很多log 可以提供了很多的一个信息 帮助你来做一个鼓掌的一个分析 好 我们还是以demo为主 那下面把球再交房给Johnson 由Johnson来给大家做一个对0的一个 UI的一个demo 我把球交给你 好的 谢谢达姆 那这个demo的话 主要是向你展示刚才提到的 刚才我们的专家弹幕提到的 VManager中用于对N部署进行 故障排除的各种工具 那我们在第一个demo中介绍的所有工具 其实也同样是用于对N的故障排除 那这次的demo 我们将介绍一下检查VH路由器设备的一些故障排除工具 那同样我们要先进入一台设备 然后在这里选择troubleshooting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大块 一个是connectivity 一个是traffic 也就是连接性和流量的两大troubleshooting的工具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connectivity的device bring up 那我在第一个demo当中也提到过 它是一个设备上线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在这里绿色的这个 勾就表示设备已经成功于网络中的控制器建立了连接 并且已经在正常启动运行当中 那如果我们的设备在启动设备上线当中出现了问题 这里就会显示错误信息 来让我们进行无掌排查 然后我们再进入其他超过视频工具的时候 可以在右上角的这个工具直接进入 那我们看一下control connection 那这里也就是一个live view 也就是实时的信息 这里显示路径和首选控制器的控制器在哪里 也就是一个实时的视图 那该视图的话将提供有关控制器的 本地和远程的状态信息 这个信息的话是每15秒更新一次的 那我们再进入其他超过视频工具 那我们的专家弹幕也提到过 我们在VManage中可以直接进行一些PIN的测试 那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 Source IP 然后选择一个Destination IP 然后进行一下PIN测试 那在下面可以看到我们的PIN测试的结果 那另外我们可以在这里Advanced Options里添加一些Count Payload Size 还有MTU TTL等信息来进行一些具体的PIN的测试 那我们都知道在实际测试当中 除了PIN我们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TraceRoute 来进行故障的排查 那我们再进入TraceRoute 那同样VManage中进行TraceRoute也是非常容易的 不需要进入设备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些TraceRoute的测试 同样在这里选择Source Interface 点击就可以查到我们的一些TraceRoute的结果 那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添加一些Advanced Options 在这里添加Size来进行TraceRoute的测试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Traffic方面 首先是Tunnel Health 那VManage中我们可以在这个Tunnel Health的工具里 来进行Tunnel Health的一些测试 比如在这里选择Local的链路 然后再选择远程的设备 还有远程的链路 那点击测试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基于时间的图表 那其中的话包含我们可以选择的不同的选项 在这里选择ChargeOption 可以看到这里有可以选择的是丢包的百分比 还有延迟的时间 自结束 那我们在进行故障排除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延迟时间来进行故障排查 它可以选择一些不同时间段的延迟时间的信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AppRoute Visualization 它为VManage中的应用程序还有应用程序组提供可视化的操作视图 那我们先选择一个远程的设备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Non-Filter或者DPI 那DPI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应用程序 或者应用程序组 那我们选择选一个 然后进行测试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以图表的形式查看特定应用程序的时间状况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Simulate Flow 模拟一个流的工具 在这里选择一个要模拟的应用程序 点击Simulate 那这个就是一个模拟流的一个图表的视图了 那我们VManage中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模拟一些流来进行故障的排除 那我们都知道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 仅仅通过这些工具有时候会找不到准确的问题点 那这时候的话可能需要利用抓包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分析 那我们的SD-WAN也是支持一些流量的抓包的 那在进行流量的抓包前 我们先需要启用一个功能 进入Administration里的Setting 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DataStream是未启用的状态的 我们要启用这个DataStream 在这里添加一个hostname 然后添加一个managementvpn 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到刚才的设备里查看 进入troubleshooting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traffic里边 现在出现了一个packetcapture的一个菜单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interface 然后进行抓包 那这里显示抓包正在进行当中 那抓包的话一般是进行五分钟 或者在它的复记包达到五兆的时候进行停止 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进行停止按键来停止抓包 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pcap文件 那准备好文件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在vmanage中进行下载 那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打开pcap文件直接查看 我们可以使用wireshark直接查看这个pcap文件 进行一些故障排除了 那以上的话就是一些对n的可以使用的故障排除工具 那我们下面把时间再次交给我们的专家 谢谢Johnson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关于这个系统软件的一个运维 会运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第一个的话工具呢 我们叫rbac 基于角色的一个用户访问控制 这个其实其他的一些软件平台 包括思科的ACI SDA 都有类似的一个功能 那SD1的这个vmanage这个访问控制呢 做的是比较有特点和比较细致的 您首先需要定义一个用户组 usergroup 然后针对每一个小的功能 您都可以在这里定义 给这个用户组呢 是给他赋予读权限 写权限 或者是都没有 Droid Admin 这个组呢 就应该拥有所有功能的读写权限 网络管理员operator 可以应该是只有相应的一些 他需要操作用到的这些功能的读写权限 那您还可以设置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basic user 或者说是real only user 用普通用户的话呢 应该只有一些相应功能的读权限 他只能看一些数据 而不能改任何的数据 您在日常运媒工程中啊 一定要确保在做软件维护 系统维护这些功能的人 应该有非常准确的权限 足够做维护 但是不应该有更多的权限 访问Admin 管理资源 当然就更不应该给这种普通用户呢 一个去操作运维的一个权限了 好下一个的话呢 是说我们做这个软件升级啊 我们在四颗SD-WAN这个解决方案里的话呢 实现的是一个集中式的软件升级管理 所有的这些软件升级都是通过VManage 它可以下载所有的软件image到它自己上面 然后再去升级到每一台设备上 您可以一次只升一台 也可以支持同时升级多台设备 里面也包含其他的控制器啊 包括VSmart、VBound 这些都可以通过VManage来升级 升级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 我们的VManage也会执行一个回退的操作 保证呢 设备不会出现这种无法工作的一个中间的状态 好那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如果您需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 把SD-WAN整体所有组件做一个升级 那么您需要执行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看左上角开始看起啊 那首先您要做的是升级 先升级您的VManage 因为它是一个向下兼容的 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它升级了以后啊 无法去管理和对接其他的一些设备 反倒是只有在拿到最新的一个VManage以后 您才能保证其他的控制器和爱知路由器呢 都可以顺利的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当您升级完这个VManage以后 下一步是需要升级 您一半50%的VBound 留一半先不要升级 先升级好的VBound 确认他们可以正常的工作以后 再升级剩下的那50%的VBound VBound升级结束 再去升级这个VSmart 同样升级完以后需要确认一下 是不是工作的正常 和其他的VManageVBound 他们的连接关系是否建立 下面的OMP协议和VH的邻居关系是否正常 要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 当三个控制器升级完成以后 最后再来升级您的爱知路由器 您可以一个一个升级 或者把它们分化到不同的组一起升级 当您所有的爱知路由器都升级完成以后的话呢 非常建议您做一些测试工作 确认网络上的行为一切正常 符合您之前的一个要求和设定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ATX全部内容 这里我们再次总结一下 今天介绍到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 第一个我们介绍了今天SD-WAN架构 和它的组成组件之间的一些关系 第二个我们介绍了一些设备上限 零接触上限的一些基本流程 以及如何通过控制器将配置 推送给你的爱知路由器 第三个呢我们介绍了这个V-Manage自带的多种管理监控 包括排错的工具 并做了大量的demo的演示 最后呢我们介绍了软件运维 会用到的一些基本的工具和操作 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下面我就把球交给今天的主持人 感谢我们SD-WAN的专家弹幕和李强 带来的精彩讲解与演示 下面进入到Q&A环节